那這就是靠球女來把團戰的張力給打出來 那這個局面我確實是 喔 法洛士 喔 最後一秒直接換了一手喔 喔 是AP法洛士嗎 出鬼手的那個 出那個NAS雞牙的 喔 現在很有名是吧 AP法洛士 之前Caps好像也玩過 喔 那這樣子殺進去 對面快要兩等了嗎 一個QT人抓暈到兩個一個 治癒補 但暈到 這邊要殺 打藥又再換一個才有機會 但換不到了 他好像是死了才打藥的 是 覺得發現UIG在目前打這一輪 他打的是狠狠 不過中尾也抓到法洛士 兩招全焦 身上被動還是要被掛滿 不過瑞拉達竟然從左邊走了出來 QT人暈到了 滑不然的Wiz 沒死116跑了 為什麼瑞拉達會出現 而且後面有個閃現 任爺 一下子傷害有機會 燒藥第三輪 但沒成功被留在了原地 相應形態是被看到的 情況下打了一個藥 想去換石瓦你的人頭嗎 能換到嗎 換到變身 還能反打 刪著石瓦你是有技能繼續消耗的 做了一個騷擾 Q技能過牆要跑 趕到的Yuki殺不到人 一技能過兵 只能幫忙推一下 哇天啊 來看一下 這裡劉拉達是本來去上路靠一下 他從紅BUFF那邊切出來了 然後這裡要在被暈到這個瞬間 趕緊把他甩走 然後還順便甩暈了閃現過來的第三左 是 哇 完美拯救 這裡還沒打藥喔 反而是在這邊後面等的 然後隊友來了 藥再給他 好冷靜 神聖守護觸發 滴血 然後往前 這邊是暈到的竹女看 變身 變身 是 然後這邊開始消耗 跟鱷魚打拉扯 被動直接要給 慢慢的消耗出來 不過下半步 雙殺 大家一起肥 來看一下 頂著往前衝 普攻 給1 扛塔 1甩在一起 沒甩到 但沒有關係 是 TNS打的 但後續他還在扛塔 就算他復活了 他還是在扛塔的 下 兩下 這裡還有繼續消耗 看起來想殺喔 走著進去 強換 這裡是疊滿 閃現 但還是被對面的傷害 這個圖真的想幹嘛就幹嘛 哇 他拉線反而變成大波兵線要進喔 這裡我覺得任爺會等到兵線 喔 但視野看到了 任爺看了一下 欸 我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對面也趨好了 這感覺要殺咧 欸欸欸 又一滴 怎麼了 艾希 快走 走了走了 猶豫了 但威爾哥來了 吃了一個資餘要做反打 威爾哥 可能是知道對面人要來 趕緊出來 暈眩目標要抓艾希 艾希叫了一個閃現 那也被賣在前面 但還是用傷害直接灌死了 潔力 變成了潔力 不過他是無等的情況下 沒辦法變回來喔 只能持續的追擊 後面兩人在對面 用W環道 想繼續的輸出 但沒有辦法 跑不掉下來的鱷魚 由Yuki 拿下了人頭 這波碰撞嗎 直接打 不過多點屬於正面的命中 加上一個閃的 Q TMS 在冰凍的情況下 也是被拉了過來 他跑到牽粉耶 是 勤勵到右邊 後面是閃現過來的 巴拉一個大絕子 命中了 116 16選擇交閃現 強換 打出自己變動的句點 而後面位置 鱷魚的進場開咬 普遇也趕到戰場 這EQ3 往前繼續追擊 冥福前面掛上 走邊邊角角的Yuki 沒死 反而還可以繼續的追擊 這是MBE的機會 在塔前殘血的 鳳想回去點 但對面沒有一個人是殘的 哎呦呦 成功的完成收割 Shutdown 只有Sky拿到這波MBE 不僅打贏 還可以直接來拿 預示者 這個時間點的交換期 是有機會領先的 不過Yuki 是不是認為 你只有一個人在前面調皮 是沒被鱷魚砍過嗎 兩段一技能貼近 不過風流致命節奏 想要往後拉扯 不過一個變大 燃燒加上Q的傷害 完成了SoloQ 好像是這個食物鏈底端的耶 直接被吃掉了 是 鱷魚 那是傷害 好得誇張 301了 而且上半部要打嗎 冰龍套得出去 BWG的人在後面就在等待 其實真的蠻能操作的 這特別中期的前排扎實度太高 喔 鱷魚直接踢 要抓 是看到了 砍過來的 噗噗噗噗噗噗 看到TP過來 直接閃現往左邊走 冰箭中了 但正面有個冰箭攔住了去路 有個穿雲箭啊 到達了3秒CC的一個時間 等能動的同時也是對面圍上來之時 這裡 多路連鎖 綁到那個人死了 要開了嗎 真的假的 哇 隔著六秒區 綁到了 用多路連鎖直接限制加破甲劍 殘血了 因為綁到的是輔助 所以血量掉得飛快 不過右邊一直殺進來的Wes 也是 給了一個大絕 他們選擇要打架 果然是 果然是越南隊嗎 是 比較適血的 只會打架 絕不交換 哇 但 感覺還是得走喔 這邊 艾希這個血量 這個團戰 幾乎不等於存在喔 他們想斷三龍點啊 是 繼續的 想把草叢踩住 但對面已經砍得起來 名副血量 射斷 卡到Yuki Yuki必須交閃 這邊PuYu繼續追 遠方的冰箭龍 拉伯哥後面 這也是一個大絕 直接打到了5個 冰箭在撞 4個one book combo 還有在自己的塔前 MPE是可以活的 不過這個小龍團 可是現在比較 奇怪的是這個MPE的打野 他做狀態 裝備級有點 有點差的看起來 好像沒在農兵的 冰箭 試試看嘉賓的龍老套 他在那邊有進化 有魔鍋啊 還有一個魔鍋 唉呦呦 不用交進化 是用魔鍋解的 等於是這個隊上 有兩個人也有進化 我直接給一個大藥殺 知道可能會死 所以交了一個大絕 在自己身上 結束了自己的大絕後 再一技能進場 冰箭直接慘了 對面法輪斯是真的有痛 這個大絕效果還是很厲害的 預示者 PYGA是順勢的開啟 不過時間可能要抓一下了 看起來是沒問題的 不過有個兵箭進來 這是一個短兵箭 所以PYU是順勢的可以拉掉 同時TMS給予一個大絕 限制了對面 讓隊友拿下預示者 才可以成功的離開 這奇怪了 這個位置 對面是沒東西的 到底在哪裡呢 好失 是不是在吃巴龍 不知道 因為對面的人 集結會才知道 畢竟過來看 那巴龍快掉了 可以成功的失策 加上重擊 兩圈滴就可以拿掉 拿了 PYGA偷掉要走 高歌離席 B不想讓你走 不過這裡留的是一個 輔助有秘密換 收了回來 PYGA 消失的速度太快 來順勢用巴龍再做轉點 直接下部位 一個R閃要開 破甲界 破甲界一傳 直接死了 多連鎖 疊滿的W 這就是法洛士 這開戰是這樣開的 閃線往前直接交了 不過這邊有一個好吃的 可以知道 不過 只有一個魔鍋 再有一個閃線 還有一個進化 打了一個藥 輸出拉滿 還沒死 還在拉 馮竟然是能活的 後面人被收光了 回頭一看 NBA自家的前排全部死光 建立利用自己快速的拉扯 想躲避威爾哥的傷害 這拉扯的效果很不錯 BYGA人也沒有嘗試持續的追擊 而是等著隊友集結後再來抓 那Skai真的很難射 不過被留在原地倒了 又是法洛士 連鎖的效果連到了後排 W給我給到 1116 他都已經死了 又站起來了 苦力又背起來 那也沒辦法 我不喜歡這個復活 很像殭屍 我不喜歡這個復活 你可以打他 他來了你就要打他嗎 你看他真的很厲害 我跟你講 他是這波厲害 他這波頭在那邊拔掉 他拔完頭都開始C字跳 開始C字跳 沒有C字跳 哇 他跳了一個C字型 沒關係 你回去就600 你不要來 我600 處理你 哇 但這一波 其實已經拉扯很快了 Skai 他這裡是嘗試著想要用自己的操作去弥补 但 1116不給機會 大絕好了 這波大絕又好了 他大絕好了 中了 還綁到後面的 重點是第三組沒有想要往前 有點意見 他想要往前 那個意見 不知道在哪裡倒地了 而且 怎麼倒了 被他死了有一段時間 還是他掉下去了 那是波雅劍又來了 節力也掉下去了 他掉下去了 節力也掉下去了是嗎 那只是說從起點再來一次 死掉空白線 後面 被人家套到也沒完點解 等你進來再打破 鱷魚在後面要抓 扭住的是克里斯拉 再跳 有個不朽蹲弓 但直接被打死了 而且這個藥打破到距離太遠 正面位置 好痛喔 維尔哥開始收割 把握住後面的位置 你們還可以阻止鱷魚進來 這是變成鱷魚的收割 還有個破甲剣 直接穿著鱷魚 拿下的Double 拿下Trible 再看 變成節力的維尔哥 還在收割 這裡連節力拿下的四殺 Panta 他是Panta Kill 他是變身的捷地Quadra 然後認爺Panta 我這樣子直接收完 把隊伍全部給A死 哇 剛剛那個法洛斯的墮落連鎖 是位置超完美 直接蔓延 全部後面都綁住 PYP在這場比賽 一個嘗試性的法洛斯 也打出很好的效果 就死了這麼一次 同時隊友也實力非常的強勁 在這場比賽 打出了一個漂亮的團面 準備結束NBA 同時迎來了BYGA 六勝0敗 傳奇的戰績 讓我們恭喜C組的晉級王者 BYGA OK 好 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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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